你这什么叫你 七分一两的 你掺水 完了你卖我一毛一两 饭经友耗了伤疤忘了痛 酒馆的生意刚入正轨 就对工程徐慧珍谢莫杀虑 只见他从腰间拿出一个 早就准备好的黑账本 一条一条的跟徐慧珍对 上个月的15号 你是不是多收人家顾客五毛五 徐慧珍抬头想了想 上个月顾客打架 摔碎了一个盘子 这是罚他的钱 苏联老大哥 在那买了瓶窝的个 你收人家多少钱啊 徐慧珍有些生气了 这钱都入了会计的账了 清清楚楚的写着呢 那这个牛兰山敬酒 中间存在差价 徐慧珍无语了 七分一两进的酒 我卖一毛有问题吗 难不成卖个成本价 你在这敬酒过程当中 你自己赚钱呢 这是什么狗屁逻辑 我卖酒就是为了赚钱 而且还是给酒馆赚钱 一毛也没进自己的腰包啊 你要是想刁难 我就直说 别给我整这些下三来 刷吧扔下抹布 气横横走了 范金有乐了 自己等的就是这一天 却不了没得意几天 就遇到棘手的问题了 池塘没有白面 也没棒子面 范金有让人去粮店购买 结果因为粮食是捅够捅销 没有粮票 粮店死活不卖 可这却被范金有看成是 粮店主任为了讨好徐慧珍 故意跟自己作对的呢 不卖我粮食 我整死他 他气横横的去找马主任 结果马主任却告诉他 人家徐慧珍来买粮食 从来都是规规矩矩的 该多少粮票 就多少一两不少 范金有不幸 继续胡搅蛮缠 甚至抬出自己主任的身份 你什么主任呢你 我这是正经八百国家 开了粮店你知道吗 而你那不过是 公司合营的试点小企业 还是个自封的主任 范金有吃了便 只好骂骂咧咧的走了 非但粮食没有搞到 酒馆的酒也要卖光了 而他作为一个外行 又没有进货的渠道 只能让食堂的老马 通过他侄子进来掺水的酒 完了再拿到柜台卖一毛 结果很快就被酒馆的老客发现 你这什么叫你 七分一两的 你掺水 完了你卖我一毛一两 还有点良心吗 面对老客牛爷的指责 范金有敢做不敢当 把这脏水泼到了 被他赶走的徐慧珍身上 私房经理就这么定 我还不懂经营 我就来这值班着 牛爷要和徐慧珍来对质 范金有这下心虚了 说牛爷您有何必呢 把他盗了 反正您也不给钱 牛爷一听当时就炸了 他是奢仗奢惯了 整个小酒馆也独他一份 但却从来没差过一分钱 他要的就是这个面 要是不乐意 牛爷我不来了 见范金有不是个东西 一直不作声的徐老师 也终于看不下去了 这酒啊 不欺人 人欺人 旁边的两个常客 本来就憋了一肚子火 见小酒馆变了味 也当即表示再也不来了 眼瞅着客人都得罪光了 范金有肠子都悔清了 他想起曾见到徐慧珍 私下买了很多好酒 于是便以半斤白酒为酬劳 会有铲酒的墙子帮他 跑去徐慧珍家里偷酒 结果刚爬上墙头 就被躲在暗处的菜圈屋 一扫把给捅花了脸 担心败露的墙子 跑到居委会 把偷酒的事 一五一十的交代了 居委会主任任无可忍 鉴于范金有工作能力太差 不适合搞经营管理 又鉴于他最近表现太差 辜负了上级的信任和培养 就在本企业内 当一名普通职工吧 海人精终于下台了 酒馆内外奔走相告 一致呼唤徐慧珍 出来主持酒馆的经营